属于你的歌Emily江倩林来不及听见的新歌首播,网听忍不住落泪。 谁曾想你会走得如此匆忙? 本地艺人Emily江倩林于9日凌晨发生交通意外,轿车使控撞向路边大树不幸当场身亡,享年29岁。 家属在教会的协助下于10日及11日为Emily举办追思会,而她从未公开身份的老公黄伟金也首次在追思会上正式公开身份。 老公黄伟金在追思会上做出将近35分钟的申请告白,数度累撒追思会现场。 Emily江倩林生前曾录唱单曲属于你的歌,原定歌曲会在年中推出世面,她9日凌晨车祸促世后,其所属公司六号星光将她生前工作的身影剪辑成Emily,为她留下最美的纪念。 。 这首一座单曲定在11日下午3时在6号星光的YouTube频道发布,也会在今晚该就谷子会所大唐圣殿举行的第二场追思会上播放。 。 江倩林曾微笑表示,我希望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。 她去年11月正式加入6号星光,完成她人生中首支全新个人单曲。 6号星光负责人苏俊源表示,我们想完成Emily未完成的事,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她拥有一把好声音,所以她的个人单曲属于你的歌,不但会敢在她12日出并且发布,也会在她的第二场追思会上播放。 。 属于你的歌,采用流行歌曲歌名拼凑成歌词。 对照她隐婚三年的老公黄伟金在追思会上的深情,在看歌词里的我们的爱可惜没如果怎么舍得你,我已无处可躲,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等等,只让人感叹不已。 听着温柔的歌声,看着她在Emily的笑容,就越舍不得她的离去。 真心感谢她曾经来过,谢谢她给我们留下的回忆,谢谢她这么美好。 天使曾经来过,你在人间传播上帝的福音,让更多人认识了上帝。 。 如今你回到天国,回归上帝的怀抱,愿你永安息主怀。 我们真的很想你。 ,她至今ãos前还有一天。 我太过程,回归至于什么。 我太过程,回归 быстро至少。 我太过程,回归了。 我太过程,回归归相。 我太过程,回归。 有何か了。